好 第一个微菜小老弟老铁门哥来了 今天这一集呢是由小老弟要我推荐一些 我觉得蛮好用的APP 好那今天我就推荐一些 比较日常生活的 那你们看看你们自己有没有下载 那我把它归类八个 我比较常用日常生活的 第一个就是壁纸的地方 它叫做每日壁纸杂志 那它这个是一个桌布的这个APP 所以你点进去了以后呢 它有很多个项目 它可以按照这个时间 它每天就会给你几张桌布 那你就可以去点这个桌布 那点这个桌布你还可以去预览啊 然后你也可以去下载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说 它到底是大概是怎么样 然后它的桌布真的是很多啦 然后它呢就是它的桌布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画质都很高 所以就是你下载出来就是 你看起来就会很漂亮 另外就是说它可以分类哦 比如说我要一次可以全部的桌布都跑出来 或者是我要分类说 我要看风景的啦 我要插画的或者卡通的 它什么都有 它就是可以按照你的分类去选 那或者是说我再点一个 我选电影的好了 那它就是电影的就会全部都列出来 那你就可以快速的去浏览 跟你点下去下载 它就可以存在你的照片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换桌布的 那这个桌布我这个应该之前就有教过你们了吧 所以你们应该知道 第二个是这个什么 bilibili 这个是可以看很多的 看很多的影片啊 或者是它上面有影剧啦 韩剧啦 戏剧啦 就是一些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不是大陆 大陆朋友的一个网站 那你们这个可以去看它们 很好笑 它里面有很多影音娱乐的东西 就是可以让你们去打发时间 所以这个是这个叫做bilibili 然后再来第三个这个叫荔枝 荔枝 那这个荔枝点下去的时候呢 它其实它有点像广播电台 而且它在广播的时候 你可以去上面去搜寻你要的 你想要谁讲话啦 或一些主题 心灵的啦 对谈的广播电台 那你点了以后呢 它其实它可以在背景后播放 比如说我随便点一个好了 它这个比如说 它是讲生活的艺术 它再去点 然后它可以去播放 然后它这个就是等于说 它在讲的 它就好像一个广播 而且它在播的时候 它是可以在背景播放 比如说我在播 我关起来了 它还可以继续播 所以就是 它是一个 我觉得睡觉的时候可以播 或者是你有时候可以 说的实在太好了 就是可以 你有时候可以当作你生活上 就是当作一个广播电台来听 所以这一个软体叫做荔枝 荔枝 荔枝 第二个是bilibili荔枝 然后它也就是水滴发票 这个水滴发票是 我们都会对统一发票 那我建议这个水滴发票 好用的原因是 它可以记录你每个月的花费 帮你对讲以外 它的厉害就是说 我要对统一发票 我点几个加点下去 它这边有一个扫描发票 那它扫描发票 它扫描发票的厉害就是 它除了可以扫条码以外 你统一发票那个纸的 它也可以直接扫号码 就是我们不是有那种传统的发票吗 它连传统的发票都可以去对讲 就直接扫就可以找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发票对讲 就是你不用再看数字 它连发票的号码 传统的都可以用 QRコ 扫描的条码 什么都可以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水滴发票不错 再来就是美颜相机 这个美颜相机是你们应该常用到的吧 那它点进去的话就是 它点进去的时候就是它可以去 它可以去美颜的 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那它美颜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用拍照 那它也可以去用你的这个 等我一下 它也可以去点你的相簿 它相簿里面我随便点一个照片 比如说我有这个 我有这个相片嘛 那我就可以按美颜 美颜它这边有一个什么 一键美颜 你就把它点下去 然后你看这个 它的 这个叫什么名字 这个是叫布鲁斯威利友 还是叫什么 反正这个男明星的脸 它就变得很光滑很不错 它这边是可以去调整 看你要不要瘦脸 还是怎么样 这样子 那如果你 就是你 你原本把你的脸是这样很丑的话 那你现在你把它一见美颜 我不是说这个男明星很丑啦 我是这样意思是说 如果你可以 你自己的脸不好看 或什么举例 它会帮你修饰 它就会帮你修饰 变得很漂亮 就用这个 它会帮你 然后你可以有这个什么 瘦脸 美颜 它就帮你弄得很漂亮 好 我只是随便举一个桌布 就是来 来示范给你们看 完了以后 你们就可以去储存 那它储存了以后 它就会存到你的相簿里面 所以这个是照相号 这个觉得你们 女生很喜欢用 或男生 你们有的时候 也是可以用 就美颜相机 再来就是这个Party 2 Party 2 这个是一个可以在背景后面 播放音乐的软体 那它通常都会 它通常都会先跑5秒的广告 那跑5秒的广告以后 你略过以后呢 你就可以去播放你的 它这个有很多很多的音乐 它有各种不同的流行音乐 它都帮你整理好了 什么华语的最新的歌曲 那它这是不用付费的 那这个 比如说我点这个音乐 我点了以后 它还可以在背景后面播放 比如说 我现在在播这个音乐 它在播音乐嘛 我播音乐 我在背景后面还是可以播 所以这个软体也很不错 所以这个就是 通常 而且你也可以去 你也可以去搜寻你要的音乐 加入到我的 它也可以加入到我的歌单 那你以后就是可以放音乐的时候 就是有你自己的歌单 这样子在播放 就等于说不用付费的一个音乐的软体 这个很不错 那通常我都会把我喜欢的歌 都用在我的歌单里面 那我的歌单里面 我点进去 比如说我有播放 我有17首歌 这就是我的歌单 然后呢 我也有就是 等我一下 你也可以自己在这边去搜寻 搜寻你要什么歌 然后你也可以 你如果太很懶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他所有的 这个什么KKBOX的歌单 都弄到你自己的歌单 所以这个Party 2是音乐的也不错 然后再来就是 台湾彩券 这个台湾彩券的好处是 你如果有在买发票 不是发票 买彩票的人 他这边有对讲 你以后就不用去那个投注站对讲了 你就可以直接 等我一下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用这个扫码直接对讲 而且他这个对讲的话是 连你刮刮热都可以对讲 所以你刮完了 直接条码扫 你就可以直接对讲了 你就不用给店家去扫 所以我通常如果买彩券的话 我都是直接在这边就对讲了 那有对讲有中或没中 他就会跟你讲 所以这个台湾彩票也可以下载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MOMO购物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MOMO购物 就是说 我都会去搜寻比如说什么品牌的这个手机壳 那比如说我点这个Uterbox的手机壳 你看其实他每个时间他出来的手机壳 有时候他在MOMO的时候他会有特价 他会卖的比一般手机行或一些什么的 他也许会比较便宜 所以我觉得这个MOMO的这个购物也是可以去下载 那其实我另外我也有虾皮的 那我也有一些官方网站的 但是我觉得MOMO的比较特别 就是说他有 有时候他有特价的时段 比如说现在是凌晨 凌晨的时候 你买东西就会比较便宜 你就可以在MOMO购物网去找 好吧 那今天这个就是我八大日常的APP 就提供给你们 希望会对你们有帮助 就是给这个下落地的 也许你已经都有了 那你们可以再看一下说去找到你想要的 好那简直一集就到这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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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